飓风费欧纳日前在美国属地 不多离各造成了严重洪灾 至少两人死亡 还有上百万人依旧无电可用 而现在飓风威力更从一级加强到了二级 并在19号袭击多米尼加 同样造成了大规模的断水断电 超过一百万人缺水 美国气象局预估飓风费欧纳 接下来还会增强到三级甚至四级 可能会为西北方的巴哈马群岛带来灾情 深夜刮起强风暴雨 海边的棕榈树被吹得东倒西歪 民众关在家里不敢出门 到了白天街上一片狼藉 马路还出现巨大天坑 许多路数跟电线杆倾倒 民宅的铁皮屋顶被掀翻 床铺直接朝天 民众欲哭无泪 不久前才在波多里克 造成严重灾情的飓风费欧纳 持续往西北方前进 在当地时间19号清晨登陆多明宁家 带来强劲风雨 最大阵风时速超过140公里 威力还从一级增强到二级 飓风也让多明宁家断水断电 超过一百万人无水可用 摧毁数十栋房屋 当局提供避难所让灾民过夜 并发送食物到各个灾区 美国属地波多里克 持续遭到费欧纳的余威侵袭 仍有上百万人无电可用 民众缺水缺油 纷纷跑到加油站抢油 美国气象局预估 飓风费欧纳接下来还会增强到三级甚至四级 西北方的巴哈马群岛恐怕要当心 林佑任编译